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就是联合国里的实习生 每年联合国的实习生招聘都会面向全球开放 经过长达数月的严格筛选 面试 被选中的优秀青年就成为联合国不同组织机构中的一员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申请在联合国实习的机会 渴望在国际舞台锻炼和提升自己 我当时是在新闻部的教育外联司实习 那么新闻部是联合国在1946年设立的一个部门 是面向公众发出声音的一个部门 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个项目是 Mindy Language One World 多众语言一个世界 这个项目是联合国每年面向全球的大学生进行了一个中文比赛 当时我比较有幸作为中文竞赛单元的主持人 在全球直播的情况下向全球的观众来介绍这样一个中文竞赛的单元 这个实习结束之后 我自我感觉我变成了一个更加踏实的 更加接地气的 更加包容的一个人 我去儿童基军会实习的时候 我的这个supervisor 然后主管告诉我 我的简历是从930多个人中间选出来的 后来我老板跟我说 他招我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我数学比较好 然后他们有比较多的这个excel的文件 需要去进行一些就是公式上的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我觉得这也是我作为中国人的一个优势吧 就是我们数学好 所以说能够拿到这样的实习机会 联合国的岗位要求 不会因为是实习生身份 而降低工作标准 因此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讲 常常会面对极大的工作压力与挑战 要向胜任工作 就必须提高工作效率 快速适应多元化的工作环境 敢于接受挑战 是对实习生工作能力的认可 也是对他们专业水准的一次锤炼 其实最挑战的是 很多专业的东西 你是真的不太清楚的 因为第一就是说 你这个team究竟是做什么的 他会给你形容很多东西 但是他的全都都是纯英文的东西 然后也许我的leader会明白他们在说什么 这个时候很多大量的专业词汇突然来了 你就会有的时候就会很懵 上司他其实是在联合国年建组 有工作了大概二三十年吧 然后我在和他那个接触当中就会觉得他给我一种非常大的压力 然后他又正好是要改我所有写的英文稿 而我又是一个那个中文作为母语的人 我几乎所有的单词都是错的在他眼里 那么我就只能不断地去培训自己 让自己的用词表达更加精确 不停地看范例 就下班的时候就那个用自己的时间再阅读各种报纸文章 看看别人是怎么写的 在联合国实习的日子里 这些年轻人会因为工作上遇到的难题困惑不已 会为第二天要举办的活动彻夜难眠 也会因为上司的一句夸奖而激动万分 在压力中进步 在实践中学习 联合国的实习经理对他们而言 是一笔宝贵的人生财富 我具体的工作就是跟我的英国伦敦的老板一块在合作 那个时候我主要是在协助他 然后跟这个欧盟的几个五个国家 五个发达国家去对接一些关于资金的问题 我差不多工作了一年多以后 就成立了自己的公益组织 然后继续去做一些自己想做的跟公益相关的事情 然后也通过我自己的组织承接 和更多的国际组织进行一些深入合作 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是一个埋下的种子 所以在后面才会发芽 都跟我2012年在纽约的实习很相关的 它是会给你一个国际化视野 就是联合国给了你一个另外一方面的那种 就是角度去看这个世界 然后你会思考很多问题 然后你会有一个整体的概念 要想进入联合国实习并不容易 申请人必须熟练掌握英语或者法语 所学专业和联合国工作相关 除了这些基本要求之外 申请人的沟通能力 临场应变能力都在考察之列 由于实习生面向全球招聘 联合国还会综合考虑地域分配平衡等原则 所以最终分配到每个国家的实习名额并不多 能够获得联合国总部实习的机会 也显得尤其珍贵 近年来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进一步提升 参与联合国工作的中国实习生也在逐渐增多 对于想到联合国或其他国际机构实习的学生 他们也给出了自己的建议 有三点吧 第一点 你的语言一定要过关 至少你的英语要过关 因为我们所有的working language 其实都还是用英语去沟通的 而且节奏会很快 频率也会很快 如果语言不过关的话 你真的很难去融入到这样一个工作当中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说无论是你在哪一个部门去工作 那你一定还是会需要有一些专业的知识 包括一些经验 那么你才能更好地去从事这样一份工作 那么这也是你的core competence 你应聘的时候的一个关键 那么第三点 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对联合国的热爱 你对这样一份工作的热爱 首先我希望去联合国实习的青年人 能够摆证自己的心态 找准自己的定位 在联合国这样的一个平台上 能够更大限度上的发光发热 有所贡献 但是我也有一些当时在联合国实习的同伴 现在在世界银行工作 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去考虑的 就是在联合国相关的一些国际组织 比方说世界银行 还有国际货币基金这些 还有包括你可以不在纽约 你可以选择去内挪币 去日内瓦 去曼谷国 我觉得都可以去考虑 对于这些年轻的面孔来说 在联合国的实习经历 不只是在简历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品 更让他们理解了国际合作与文化包容的重要意义 在这里 他们与世界各地的年轻人进行思想碰撞 文化交流 感受到了青年人推动全球治理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以及为公共利益 世界和平而努力 打开了自己和世界交流的一扇大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请 lure做一剧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比如,大友雅 为什么